水下面有个黑色的东西 天坑地部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神秘力量 为何由龙影声传出 听到龙的声音狂响声 大得很 当地村民每三年就会将牲畜丢入其中 这里是位于贵州苗江腹地的祭祀坑 就在我们准备进入时 当地大哥连连摆手 说里面非常危险 不要抢不要抢 这个坑在我们家爷爷一倍水 下面以前的时候 听到龙的声音狂响声 大得很 然后这下面带着的 我们这村民带着的 然后丢了很多丢马杀鸡 可以不得 这里究竟有什么 满地的动物残骸 真的是祭祀石丢入的吗 地下暗河又会将我们带上哪里了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天坑的边上 下面可以看到是一个很大的洞窗 很有可能这个天坑下面是很深的洞窗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天坑的底部 我的队友他们还在这个位置下降 然后这下面是一个很大的洞窗 洞窗的高度差不多五十米左右 神将只能降到这个天坑的半坡 就是这个斜坡这里 全是这样的七星怪状的动物丝 还有这样的一些蕨类 在这里发现了 祭祀用的这些 这是牛头还是马头 看这颗鸟鸭 好处的一颗鸟鸟 我的天哪 遍地都是 遍地都是 看这个设置像一个牛头 当地人会丢一些东西下来 牲畜 来祭祀这里面的森林 像不像一个招财劲宝的金餐 趴在这里 在这个底部的洞窗里面 还生长有这样的植物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掉下来的牛 这应该掉下来好几年了 然后它的绳子还在 这个天坑底部明显有人居住过 因为在这里发现了这样的台子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房间 市面都是石头围住的 感觉这个洞顶的石头非常的脆弱 因为这下面都是这样的随时 可能随时都会掉下来 一定要注意 我的队友他们还在下降 我们现在先往里面走 这种洞道一般来说都挺深的 这里出现了一些黑色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这些黑色的痕迹 一直从外面往这个洞的深处 好像是滴进去的 看到了吗 一路上都有 这边是进来的洞口 然后洞到了 开始往上走 地上很多这种碳酸盖的结晶 闪闪发光的 不知道这个洞道有多深 竟然在这里发现了一些罐子 看来这里面在以前应该是有人居住的 这个地上全是这样的闪闪发光 像钻石 这里一直要往上走 在这边竟然出现了种乳石 然后冻到了 石一直往上 这个种乳石上面像是长期有人摸一样 因为形成了一层包浆 这些都是透的 从这个洞进来大概有三四百米 就一直往上了 这个洞到了 被一个大钟乳石挡住了 最近去只剩一个裂缝 沿着小裂缝进来 这边又是一个大浪天 好大的一把保护伞了 看这边是一个大白菜 这边的种乳石开始变得越来越漂亮 这个里面竟然是空的 这个像蜿蜒曲折的一条巨龙 像不像一条龙 在这里听到了流水的声音 很有可能下面是地下河 这石头上面有一个红色的东西 看起来像一个圈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继续往地下岸河前进 水从这些 大石头下面流下去的 这下面全是石头松住的 进不去 这边应该是地下河水流出来的地方 哇 这是一个水滩 大家注意看这个石头 全是这样的红色 这里不知道有多深 要涉水前行了 因为这个天气有点冷了 穿的衣服比较多 把里面的衣服 丢在这里 现在我们朝地下岸河前进 这个水特别的冰 这个岸河里面 没有发现什么生物 暂时 里面的水是越来越深 而且还有一根枯木 看到了吗 水下面有个黑色的东西 这是一根木头桩子 这个地下岸河还挺深 四周都是这样的拨横 继续前进 一路进来还好 这个水滩都不深 但是这个裂缝是很深的 前面可能会有大水滩 在这里就可以听到很大的声音 所以这个水上面有一层飘浮物 全是这样的低捏缝 这个水流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看 这里要往上了 没想到这个裂缝会这么深 全是这样的低捏缝 大家注意看我脚下这个放放这里大概有两米深 但是可以一步放过去 这边出现了一个大声塔 现在要有两米了 呼呼 然后地面凤台是一直往上的 天哪 没想到这样的低捏缝会这么深 这又是一个水滩 但是不是达到半腰的位置 啊 这里上去很狭窄 哇 全是这样的裂缝 这个水从上面下来的竟然是 我一直沿着这个裂缝进来的 这是一个中乳石瀑布 水流从上面流下来的 在这边呢 是一个很小的入口 这里面越来越热 但是冻到呢 也是越来越狭窄 这个地上竟然铺了一层硫磺 看到了吗 这是硫磺 铺了一层 而且这两边不是岩石 全是这样的细泥 哇 看 一脚下去就到这里 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前进 到前面去看一看 裂缝越来越狭窄 好深的泥啊 我从那个泥巴里面躺进来了 现在这个动道变得越来越狭窄了 这个淤泥越来越深 不知道这个动道会将我带到哪里 继续前进 这里 还是很深的泥 没办法进去了 这进去 可能会死在里面 而且这里很热 全是这样的一股 硫磺的味道 可能里面又没 给大家看一下 前面这个裂缝呢 很狭窄 人根本进不去 这是一朵白色的猪肉石 这一石头上面全是这样的化石 大家注意看 全是化石 天哪 这边进不去了 必须要撤出去 看 这个摄像机 现在都只能拿一点点的高度 这里很深的淤泥 进去里面全是淤泥 没法行走的这种东西 本期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了 现在浑身打湿完了 非常的冷 必须赶紧离开这个山洞 没想到下面是 这么大的一条地下岸河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